58岁的布拉德皮特又回来了 今年夏天他将带着主演的最新动作大片 《杀手疾风号》强势回归大荧幕 自从2019年科幻片星际探索之后 布拉德皮特就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上映 不过他一直也没闲着 把重心转移到了幕后 《杀手疾风号》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新片 据说布拉德皮特的片酬高达2000万美元 故事讲述同时有5名杀手 上了一辆东京开网圣钢的子弹列车 皮特扮演杀手疾虫 虫操就业后接到第一个任务就是 登上这列新干线列车偷一个手提箱 没想到好几路人马都想要这个手提箱 最后他们发现各自的任务其实有着关联 于是问题变成了谁能活着下车 终点站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本片画风如同生死时速和空中营救混合体 影片改编自一版星太郎的小说《瓢虫》 布拉德皮特将饰演男主角美国杀手瓢虫 本片由《急速追杀》和《死尸2》的导演大卫雷奇指导 将于今年7月15日北美上映 感谢收看胶囊新片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